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耳熟能详 美女一野兽 狮子王 阿拉丁 花木兰还有星际大战等等的 而这些作品里面都有一位华人动画师的手笔 像这是花木兰电影里面那位李将军就是照他的形象而画的 他就是第一位迪士尼的华人动画师刘大伟 David Liu 现在他不但是自立门户了 而且还希望用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作品来激励更多人 还要超越他自己 现场我们来欢迎的是肯渡制片总裁刘大伟 David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老师傅们揉着面团台中的刘面包厂创立超过50年 这个小小面包厂除了做出广为人知的苹果面包 还陪红出了迪士尼的动画大师 所以我讲到面包厂的那种 好 很好吃的 好 很好吃的 好 很好吃的 好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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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到面包的味道就常常会想到小时候的那种可能面对恐惧吧 因为回到家里面就闻到面包的味道 那面包的味道就是面对家长 所以现在常常闻到面包的味道呢 恐惧已经没了 因为现在自己已经自己做自己了 那但是当时那个面包的味道对我来讲 是一种不是很正面的 它是一种提醒我 哇 你又回到一个这么伟大的世界里面 你是Nobody 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不要失去自己 还是要坚持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钻石 肯多制片的总裁刘大伟 小时候是大人眼中的坏孩子 成绩不好 调皮捣蛋 国儿移民美国 学业成绩依旧不好 但美术老师凯思发掘了刘大伟的绘画天分 他更被迪士尼聘为艺术总监 参与知名的狮子王 美女野兽方木兰等动画电影制作 刘家父子一起受访 有些深色因为刘大伟常年在国外生活 现在父子对谈有些尴尬 不过刘伯伯谈起儿子满是骄傲 而且对刘大伟来说 父母对他的不放弃 是他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 我能够进到他的日记本里面 所以我爸爸他做的这一节 虽然可能在他那时候 他没有想到未来能够影响这个小孩的生命 我想很多父母亲也应该像我爸爸这样子 在从小的时候 你可能不了解你小孩 但是可能透过某一种方式 让他这小孩子能够自我发掘 所以我觉得我爸爸这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 刘大伟有迪士尼加持 现在更自己成立制片公司 未来要推出自己的动画作品 就如同他说的 信与才华 在每个小孩身上都有 只要我们不再把钻石当作玻璃珠 就能够发现无限可能 华人动画师里面有你今天这样子一个成绩的 真的是数不出来 所以很多动画师都把你当做榜样 但是你其实曾经经历过 在非常的高薪 舒适圈的生活里面 却毅然而决然的跳出来 这样子 可不可以我们先谈一下就是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奇特的经历 好像从娘胎开始注定了一生的不凡 我觉得 最早的故事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 你自己想要去实行的 但是有很多是不是出乎你的意料的 我觉得人生出乎你的意料的 才是最有意义的 最有意义 所以像我小时候 我是十天死在我妈妈肚子里面 死里复活的小孩 完全是爸妈 医生都跌破眼睛 那医生说 你这小孩生下来 因为十天缺氧 所以应该是台湾的阿甘 但是我生长的时候 我虽然读书很痛苦 但是我觉得出乎预料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老天爷给我一个最好的礼物 那我觉得在好莱坞里面 我常常想到小时候很自卑 所以又出乎预料的 就是说觉得自己在好莱坞 虽然年薪这么多 但是你离开好莱坞 你是不是又是nobody 所以我常常自己跟自己讲说 其实人的价值应该是从自己个人的梦想来去衡量 衡量一个人的成功跟可能性 所以这种出乎预料的呢 我常常想要挑战自己 我可不可以再碰见出乎预料的先生 你还要再出乎预料一点吗 对对对 更精彩 对 我觉得才会精彩 十天可能听不到什么心跳呼吸 可是小孩活下来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可能智能有点问题 对对对 以为是阿甘那样子 对 因为医生打了很多那种药 在我这个死因的大脑里面 所以这小孩生下来可能大不了 是低能而已 但是 结果没想到什么事情都can do 对 都做得到 做到很多事情 可是小时候你刚才提到 就是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又自卑 然后又孤独 那样子一个童年 其实David他小时候家里 就是家族事业做得很好 是 那个苹果面包 对 我们谁都吃过 所以就被叫小麵包 小麵包的这一段过程 童年其实是不快乐的 为什么 因为你常常被比较 因为我爸爸这么成功 我又四个姐姐 又一个哥哥 常常就是被比较 隔壁邻居读书又那么好 我教会的朋友 小孩弹琴又那么好 所以你常常会被比较 所以那种比较 就常常让我提醒我自己 真的是nobody 但是你有一个绘画的天分在 后来也发光 可是小时候为什么上美术课 画画课的时候 却没有发光呢 台湾美术课是拿来当补习的 没有人真正在画画 那必报比赛也没有我的份 所以小时候常常我在画画 这过程里面都是自己 躲在房间里面画 而且不敢让人家看 那时候的作品 后来自己有没有在看 觉得小时候 其实有没有展露出天分来 我其实觉得没有 因为我有几张我爸爸收藏了 唯一收藏我小时候画的就是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小时候就会 他有写日记的习惯 所以常常会在他的日记本里面 某某某一天 刘大伟又画了什么东西 武龙武士什么东西 那画真的是我现在看起来 普通还要普通 还要普通 所以你看即便是很有天分的小孩 如果没有被鼓励 也画出来也不能够发光发热 我觉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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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环境 我看你的书里面你曾经 写过就是你画了一幅我的妈妈 是 结果后来被丢到垃圾桶里 是 怎么这样子 我想因为那时候我妈妈 比较期待我读书吧 或者弹钢琴嘛 也不能怪我妈妈 我妈妈也是就是跟一般妈妈一样 希望大家都是好的 你拿好的成绩来看 你画那个妈妈的那个像 好看 但是那个东西还是比较属于 没人看好的 那时候功课到底多差呀 全班六十五位学同学嘛 我都是考六十三六十四嘛 我唯一最好的就是五十九名 列入五十几名 所以读书对我来讲太痛苦 因为太多字了 我说课本也多出现一些图片嘛 鼓励我 但是就是太多字了 对我来讲很辛苦 所以就干脆把课本里面 所有的图画拿来自己加上去 对 没错 看到国父就把他 化成生大老人 正成功就把他化成无敌铁金刚 没办法 因为我自己要自己找到人生的乐趣 上课唯一的乐趣 但是就是这样太无趣了 所以家里也觉得既然待下去 在家族面前 好像也没什么面子 然后又对你的成长 一点帮助都没有 就移民到国外去 可是一点都没有 因此而马上变好 对 因为一到那边很可惜的 我以学国外 国外应该都是白人的世界 但是我进去的是一个黑人的世界 怎么那么不巧 我有妈带我去非洲呢 对不对 我不知道黑人 美国还有黑人区 我们刚好住在黑人区旁边 我去的那个国中全都是黑人 所以那我对我来讲 那文化落差跟那种吓一跳 真的是没有人给我警告 我要去一个黑人学校 而且那时候英文也还不好 根本不好嘛 然后天天就会被取笑 你的名字又是中文的名字 然后常常被人家取笑 被人家追着打脱裤子 然后因为他觉得你是华人 你应该会功夫 他一直要把你熬出 你那种李小龙的那种 所以我也没办法 很无奈的就去买一个双结棍 好好在家里面学 学好去学校 展示我的中国功夫 什么时候才终于有了自信 我觉得是因为碰到这个画画老师吧 因为我在这个学校里面 有很特别的就是碰到 这个希腊的画画老师 他看到我爸爸画那几张 日记上画那几张 我觉得不怎么样 他就给我一句话 他说刘大伟 你可以做你自己 而且他说 You can do it 所以到现在我的动画公司 You can do films 就因为这个老师 他一直这么的承认 觉得你是有可能的 你有才华的 我在台湾根本没有人 什么大人家人 没有人说肯定我 从那时候他给我一张白纸 我说这张白纸 是我人生看最美丽的一张白纸 因为在台湾 我看的都是考试卷 我要填空白的 你要填那个标准答案 我说从来没有一张 给我一张上课里面 给我一张白纸 而且这白纸是做你自己 你想要画什么 我就画什么 所以我就画了一个东方的龙 从那只龙 我也没想太多 是一个功课嘛 交进去 老师就拿去比赛 一个月以后 就得到全美国前二十名 从那次 我才知道自己是一只发光的萤火虫 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蜜蜂 或是我妈妈期待 很会弹琴的蟋蟀 这个比喻真的蛮有意思 所以其实你有你能画之外 而且也喜欢画 就是这样一路又很努力画 所以把自己一步一步的 从那个板上倒数的六十几名 最好五十九名的小孩 然后变成的可以在全美前二十名 是画得很棒的中学生 然后甚至考进了大学 这一路上面 你自己觉得那个驱动 你的力量是什么 我觉得驱动力量是 我觉得是一个爱 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 那种真心的爱 跟真心的肯定 我觉得是像一个阳光 就像一个植物 它需要一个阳光 它不能天天面对二氧化碳也不行 我觉得那老师带来我一个盼望 带来给我一个人生的一个新的自我 我觉得我很感谢他 要是没有碰到这老师 今天刘大伟真正的可能就是一颗玻璃珠 真的 所以不知道其实你真的可以发出钻石的光芒 可是那个玻璃珠 真的要有人慧眼去看出来 否则的话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想想看后来人生会怎么演变 我说一说说嘛 我说老师真的是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扮演的角色真的是太重要了 你要知道做一个老师要有眼光 我觉得学问 很多人努力在学 但是没有在问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老师要去说这个小孩子 他最有潜能 他的实力在哪里 父母亲也是一样 我觉得父母亲更要有眼光 不要把小孩子就是理所当然的 要跟隔壁小孩一模一样 我觉得 真的 你看这位画画老师 他完全扭转你的命运 之后呢 你后来去了迪士尼 但是迪士尼当然也不是说 我很能画 我就进去了 听说是百里挑一 还是万里挑一 对不对 你怎么考上去的 我其实是失败三次 然后第四次 因为我们老师有讲说 你算了 不可能 因为他们每年只选八位 那你哪有可能进去你的比例 学校 美国学校 艺术学院那么多 但我觉得我人生就是说 人不能活着 有一个后悔之心 不能后悔 我觉得后悔 那个就是我没有把我最好的去尝试 我觉得就是尝试 所以我一直尝试到我大学 快要毕业的时候 最后一次进去了 但是我其实大学没有毕业 可是觉得那个 那张文凭跟进入大 进入迪士尼来比 因为迪士尼那时候 只说你要不要来嘛 你还是等你毕业 毕业不一定有有这个 你有遗憾吗 对那张文凭 没有遗憾 我没有遗憾 我觉得艺术家要靠作品 不是靠文凭 是 那在迪士尼的这么多年 最后总共待了十年 对不对 除了赚尽了高额的报酬 让你在人生 第一个在职场上面 就已经开始发光发热 赚了很多钱之外 其实你真正的收获是什么 你觉得 我觉得周大的收获就是 坚持的去做不可能的事情 迪士尼给我最大的薪水 就是天天出品牌 找一些新的话题 新的内容 去做人家人类世界 没有做过的 像我做完美丽语的时候 阿拉丁獅子王 一直要找新 要创新 创新是最难的 但是创新必须要面对 很多失败 不可能坚持 我觉得迪士尼给我一个精神 就是去做人没有看好的东西 但是我是用薪水被培养出来 你就去做人没有看好的东西 你做得很快乐 我觉得那种过程是一个团队 所以我跟几个十几个人 我们这些梦想家 天天就是为迪士尼制造品牌 去做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需要时间 因为我们面对很多失败 我觉得那种过程是非常非常精彩 而且非常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David 你刚刚不是讲说我在那里当动画师 你说的是我是梦想家 是 对 所以在实践梦想的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例如说大家其实不知道花木兰里面的这个男朋友李将军 就照你的形象的 是 怎么这么奇特 因为我喜欢健身 所以我常常跟这动画师说 你们天天坐在屁股上面 你们会肥胖 会不健康 所以每天我对鼓励他们差不多两点 就到外面做伏地挺身 运动 所以他们就觉得 我好像一个Disney里面的一个健身将军 然后当这将军来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个形象 就是一个东方人 然后就好像一个刘大伟 然后他天天叫我们 不要天天坐在屁股上面 一定要记得运动 吃东西 不能天天吃薯条 所以结果后来我们现在永远 我们只要看到花木兰的时候 李将军出现了 自然就会想到你了 所以不只是很多你的笔触留下了 连你的image 那个整个形象都留在里面了 十分的有意思 刚刚我们听了David这一整段 真的是起伏很剧烈的人生 人生的前三十年 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那稍后我们要继续听 他后面的故事又是如何 而且最重要是如何把一个玻璃珠 打磨成了钻石 小孩学习的方式不是只有这个 one way或者no way 小孩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 真的我觉得学习需要放开创意 让你小孩子自由飞翔 那这自由飞翔是需要环境 让他去摸索才知道 我小孩其实他不是一只蝴蝶 不是一个蜜蜂 不是一个蟋蟀 他是一只发光的灵火虫 那么亲iva 那还没关系 他们刚刚刚 Potta 谢谢大家 能力